再聊一段 两个出去过的人 带回来让人惊诧的感觉 前几天跟大家提过 我一个非常尊敬的前辈 也是私募圈子里 业绩非常靠前的大佬 前去美国参加了英伟达 GTC2024大会 回来后 他和我们分享了一下 这次在硅谷 近距离接触人工智能 技术热浪和金融盛宴的心得体会 群衔避制 场面宏大 脑力碰撞 精彩分成 在黄仁勋的强大气场之下 一场又一场的会谈 在连轴召开 让人目不暇接 这些感受自然是不用多说的 但是他最重要的心理感受 居然是没有人谈论中国 无论是谈及AI在中国的发展进度 还是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态度 虽然参会的有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工程师 投资家 也有像他这样专程 从国内飞过去参会的投资人 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他们的中国身份 背景 也不关心 在这前几年 由于没有频繁的近距离的接触 主动了解美国的机会 很多事业成功的中国企业家 投资家 体制内的人员 对美国的印象来自于中文互联网上的主流意见 或者周边同行们的反馈 不说 他们会简单的认为美国面临崩溃 至少是认为美国在衰落的 国际格局是在东升西降的 而他这次亲身参会 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美国依然是科技创新金融人才的中心 不但没有衰落 反而是肉眼可见的蓬勃向上 在这次人工智能的盛会上 连之前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比例的业务 是在中国市场的英伟达公司 各层次的决策者 研究人员 市场人员 都不再谈论中国了 因为在英伟达的财报中 在华营收比例 已经降低到只有百分之五了 中国的市场 中国的市场 他们居然都不care了 中国AI的状态 他们也都无视了 参会人员们 几万人沉浸在科技爆发 资本涌入 股市繁荣的盛景中 几乎没人在关心中国话题了 哪怕是做投资的 也没有人讨论A股港股了 偶尔听到的几句话 还是在讨论如何尽快的 离开港股市场 而且一分钱的资本都不留下 这让我想起了两年前 一位和我同龄的 有着非常接近的成长轨迹的朋友 从深圳移民去了新加坡 他回来之后和我们分享感受 最大的落差就是 到了外面 只要不是中国人扎堆的场合 几乎没有人谈论中国的话题 第一次发现我们不是人家的话题中心 几乎没有人关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 是如何与美国进行摩擦的 也没有人关注这些中国人来到当地 曾经有过什么故事 具有什么样的背景和成长的经历 他有一种从舞台中间的位置 突然被边缘化 被主流所远离的强烈的感受 其实我虽然很多年没有去过国外了 但是我经常关注外面的原汁原味的新闻信息 不需等到他们分享感受 我自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时代洪流的变化 但是听到他们亲口说出来 自己在幻想亲身体会之人的震惊感 失落感 我的感受变得更加生动 立体了 我想这种急剧发生的变化 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而且会进一步的加剧 往前属三代人 我们的成长的历程里 只有不断和国际接轨的口号 拥抱 拥抱外来资本 技术 管理经验 和人才的努力和行动 而从来没有经历过 现如今这样的趋势 几乎没有人能够感受 预判到将来会发生什么 无论我们是何种年龄段的 从事何种职业 是否有对外交流的需求 都要尽早适应这种变迁 调整心态和认知 做好多层次立体化的应对